Hello大家好,我是Elite 欢迎来到本期的美洲360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先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Gili Galaxy E5成为全球战略车 未来大概率引进大马 售价获低于马币10万令吉 在之前,吉利就宣布了旗下的银河车系 将会成为独立品牌 并且会进军海国际市场 而近日原厂就被发现到 向中国工信部申报了全新的Gili Galaxy E5 据西新车市专门为国际市场打造的车型 同时它也会有右驾车型 而Proton最快在今年年末预览其首款电动车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款车呢 这次的银河E5采用了全新的架构开发 并且它符合国际版标准 因此这款车除了中国本土市场之外 也会在海外市场贩售 而Proton高层曾经宣布 和吉利共同开发全新的电动车 所以极有可能是这辆 根据原厂向中国工信部提供的申报信息 这款车的车身尺码为长4615宽 1901高 1670mm 轴距2750mm 定位的部分可以看作是C-Segment SUV 而主要对手应该为KIA Niro EV等等的车型 虽然说原厂没有公布电池的细节 但是预计这款车会采用60-70kV per hour的电池组 最大提供400-500km的续航 另外电动机的部分则是搭载最大马力216HP的单电机设计 并且采用后轮驱动设定 那根据之前我们获得的消息 Proton最开会在2024年年末的吉隆坡国际车展上预览其首款电动车 原厂高层也表示未来原厂会有数款电动车发布 而且会在2025年开卖 目前有消息指出这辆新车可能是熊猫mini以及银河E5 如果银河E5在本地的售价低于马币10万的话 绝对会是市场的震撼弹 不知道你期待这款车吗 第二则新闻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 中国比亚迪旗下的子品牌腾士 将会在今年内引进本地市场 据悉旗下首款新车将会是D9这款旗舰MPV 最大续航600公里 纯电MPV将挑战Alfred Lufair的霸主地位 Denza层次其实是比亚迪和Mercedes-Benz母公司Damler合作成立的品牌 不过目前其主要的技术来源都是来自比亚迪 而D9这款大型MPV就是采用了比亚迪的平台以及动力系统开发 而它的对标对手将会是DeltaAlfred Lufair这样的车款 虽然这款车在中国拥有DMI双模昏动以及纯电动可选 不过考虑到目前我国政府给予电动车100%的免税政策 所以D9引进本地的车型应该会是纯电动车型 而在纯电动车型上 它具有单电机前轮驱动和双电机四轮驱动两种不同的动力配置 两者均采用比亚迪开发的磷酸铁锂电池 容量为103.36kW per hour 而单电机前驱的动力输出为308hp 360Nm 0x9.5秒 最大续航620公里 至于双电机四驱的综合最大输出为369hp 470Nm 0x0加速只需要6.9秒 最大续航600公里 另外D9还有一个特色功能就是双枪快充 因为一般上电动车只会有一个快充充电口 但是D9支援了两个 可以两个充电桩同时充电 实现最高166kW的快充 可以在15分钟内获得250公里的续航喔 据说目前D9已经积极在本地建设销售中心了 而其中一个销售中心会设立在Eco Trust Mall里 这样的方式和中国非常的类似 不过相信大家会比较好奇的是D9在本地会卖多少钱对吧 这一方面我们暂时还没有消息 不过相信这款车应该很快会来到本地发布 届时我们就会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消息 第三则新闻 中国BIC北京汽车BJ40 Plus及北汽魔方SV确认CKD登陆大马 早前来自中国的BIC北京汽车正式和本地EPNB 签署为期10年的汽车组装协议 未来他们将在本地CKD BJ40 Plus和北汽魔方SV 两款新车协议计划年产量3万辆 新车将在205年在大马发布 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车 BJ40的定位属于是越野SV 它在中国有三种不同的引擎配置 分别为二升turbo汽油引擎 二升turbo柴油引擎 还有一具2.3升turbo汽油引擎 那BJ40的车系在中国的售价 介于17万9800元人民币至21万9800元人民币之间 对手指定就是即将在我国发布的TANK300 至于北汽魔方的定位属于是C-Segment SUV 车身尺码达到了长 4,620mm宽1,886mm高1,680mm轴距2,735mm 这款车搭载了1.5升turbo引擎 配七速四式双离合变速箱 可输出185HT305Nm 零百加速只需要7.84秒 官方油耗低至7.35L per 100公里而已 而它在中国的售价介于 9万9千9百元人民币至13万1千9百元人民币之间 最后这次EVMB将作为北汽的整车组装商 而BAIC Motor将会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培训 而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 还将负责东盟地区的汽车销售和营销 也意味着BAIC Motor旗下车款来到我国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期待BJ40 Plus和北汽魔方的到来呢 第四则新闻 GSC GS3 MZONE大马发表1.5身TGDI四缸引擎 7DCT变速箱B-7SUV本地开价 马币118,900起 这一次全新的GSC GS3 MZONE的定位是一款B-7SUV 它在本地的竞争对手是Proton X50 Honda HR-V及Cherry Omoda 5等热销车款 新车本地分为Executive及Premium R双车型可选 而这款车主打的就是时尚运动风格 整个外形设计偏向于机甲风 加上Premium R车型独有的 R-Style运动套件 即带阀门的中置双出排气管 我相信这款车对于年轻人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内饰的部分 这款车有着相当出色的质感 加上10.25寸的双联屏 整个内饰真的很好看 而且新车全车系支援Virus Apple CarPlay 不过可惜的就是没有Android Auto 而在顶配的Premium R车型上 这款车还有氛围灯 手机无线充电机座及天窗等等 那这款车搭载的是1.5T GDI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是4缸引擎 匹配的是7速144双离合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为174hp 峰值扭力表现270Nm 官方数据最快0-100加速 只需要8秒即可完成 而它的官方油耗仅5.9升 per 100km 同时它还配备了LV2半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还有Auto Parking的功能 对于不擅长Parking的朋友 绝对是很好用的 这一次GS3MZONE在我国的售价 从马币118900起 而原厂为全车提供5年 或者是15万公里原厂保固 并且对于首2000位车主 额外提供3次免费保养 7年或者是18万公里的动力系统原厂保固 还有免费的GSE SmartWatch智能手表 不知道这个价格你觉得有没有惊喜呢 第五则新闻 2025Torota Camry 美国售价公布开价28400美元 对比上一代竟然更加便宜了 这一次第九代 Camry在美国的起步售价为28400美元 虽然起步售价对比起2024款贵了1900美元 但是由于2024款的入门车型搭载的是2.5升自然进气引擎 而这一次的入门车型搭载的是2.5升Hybrid引擎 因此如果是对比起2024款的混动车型的话 这款车的起步售价反而还便宜了455美元 简单和大家回顾一下这款车虽然是换代车型 但它其实是基于上一代的TNGAGA CAD平台打造的 不过原厂通过对sendel系统进行重新调教 让到这款车可以有着更好的操控表现 而在美规车型原厂就取消了原有的2.5升Dynamic Force自系引擎 以及3.5升V6自系引擎 全车系均搭载2.5升Hybrid混合动力引擎的单一选项 在引擎加上双电机驱动的FWD前轮驱动车型 加上最大马力表现225hp 如果是OVDRAFT四人驱动车型 则是在引擎加前置双电机的基础上 在后轴加多一个电机带来高达232hp的综合输出最大马力 另外据说新一代Camry计划在2024年10月份登陆泰国市场 相信泰国将会是第一个首发新一代车型的东南亚市场 而不同于美规车型 新车在东南亚版本将会采用中规车型的设计风格 不过暂时还不知道东南亚市场会提供哪一种动力选项 考虑到目前大马的车型也是从泰国CPU整装进口到我国贩售的 因此相信新车会在泰国之后就来到大马 不知道你又是不是在期待着它的到来呢 以上就是本期的360内容啦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是一定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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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